大家好,我是MKC主播宜珍 今天要来带大家从英语服务标章认证 看产业发展国际化 21世纪是全球化数位化与永续化加速交流冲击的时代 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国际共同语言英语成为最重要的沟通工具 为了营造友善的双语环境 增进业者英语服务能力 行政院研考会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广英语服务标章计划 希望借由此计划的执行与辅导县市政府及业者 推动落实营造国际友善环境执行 在推动英语服务标章认证提升产业国际服务能力 以及建制无沟通障碍的国际化生活环境过程中 业者的建制及营造意愿为成功的关键 分为以下说明 一、工会组织鼓励参与度 单一业者对于双语环境成效存疑及不确定感 透过工会组织结合产业 能够让不同店家集结参与且互相交流 有助于消除疑虑互相的鼓励 台湾民宿业者为了使住宿以及旅游环境更加的完善 特别推动英语服务标章认证辅导 持续营造双语友上环境及开创民宿特色 齐心打造优质旅宿品牌 一起将服务精神推向国际 二、业者的重视度 英语服务标章认证是希望提供一个让业者观念上 能注意语言沟通的重要性 以及需要长期培养员工英语能力 因此对业者来说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业者是否能够重视此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许多的金纸奖店家老板相当支持 也重视这个国际化的服务变革 为了配合英语服务标章认证的平和方案 除了在硬体设备更新为双语的标示 所有的动线、指示牌以及宣传品的设计 都是尽量以体贴外籍人士购物需求为考量 近年参与英语服务标章认证的业者 其中数家业者已经在台湾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 常吸引许多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同时也针对获得认证的商家 结合了网路电子地图Google Maps平台 将店家的营业场所来进行定位 外籍人士或其他使用者 只要到英语服务标章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有提供英语服务的店家 另外也建置行动版英语服务资讯站 随时随地都可以智慧型手机查询提供英语服务的店家 在台消费生活将更为便利 英语服务标章认证只是产业国际化的初步 台湾的国际化还有一段长远的路 这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希望经由营造英语生活环境工作 借以提升产业发展国际化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我是MKC主播怡真 我们下次见